且说李子肖不由分说 拉了三人就走 张秋谷因李子肖为人性职 便并不推辞 向着修府 小平招招手二 一同跟了过去 李子肖先请新修府和王小平二人坐下 他们素不相识 免不得彼此客套一番 张秋谷到了子肖那边 见还有一个客人 年约三旬 身材中等 道也和矮近人 春风满面 秋谷便朝他拱一拱手 请叫他的姓名 方知也是长熟父父 叫做沈仲思 因为他排行第六 大家都叫他沈六 秋谷应酬了他几句 正要坐下 呼见李子肖和沈仲思 都是坐在两旁 主位上空着没有人坐 觉得有些诧异 正要问时 只听得音声俐俐 从阳台上转进一个官人 宝记盘云 珠光照彩 衣裳艳丽 态度妖娆 眉横远秀之烟 眼眉香江之水 一步步的走到面前 好似那华月出生 春云乍展 仿佛惊鸿之影 依稀照月之庄 连步移来 相风到处 倒把张秋谷的眼光提了一提 仔细看那官人时 原来不是别人 就是自家的相好 四大金刚里头的张书裕 暗想 这可糟了 我和他们闹到一起来了 张书遇见了 秋谷 也不觉呆了一呆 停了一刻方开口道 你当载是啥人 想悟到就是那 说住向秋谷微微一笑 点了点头 便向主位上坐了下去 秋谷见了觉得诧异 盲问 为什么这般做法 今天请客 可是你的主人吗 张书遇横拨一盼 奇耻嫣然 还未开口 李子肖见张书遇和秋谷这般熟络 好似素来相识的一般 不觉疑惑起来 插口问书遇道 你和这位张大少可是一向认得的吗 书遇听了李子肖这样口风 晓得他有了醋意 便连忙转口掩饰道 各位张二少爷 来浪上海贪浪真真是多年格老牌自灾 稍微有点名气格官人 陆里一个误认得李 误要说是你 就是金刚李向格林黛玉搭载金小宝 也才认得李格亚 一面说住 暗中身一只小脚 把张秋谷勾了一下 又微微的递了一个眼封 似乎叫他不要说穿的意思 秋谷会议 乐得假作不知 轻轻的几句话儿就被他遮过去 李子肖听了 心上不觉是人 张书玉芳回头过来向秋谷道 今朝是你专程请各位李大人搭载沈大人 道该搭来吃大菜 难得碰住那格二少 也肯赏你格光 总算你靠载李大人格福气 今朝借花献佛 崩崩你格场面 秋谷听他说的文周周的十分客气 觉得好笑 便也调侃他道 阿哟 今朝书玉先生请客 是百年难遇格事体 你啊好物领奈格情 只怕你无波格好福气 吃载奈格大菜 赚去生起病来莫尴尬哉 这几句话说的好笑 修复等一起大笑起来 张书玉也忍不住 抿住嘴而好笑 笑了一回 书玉方才向秋谷说道 刚刚你听见李赌说 有两个外国人吃醉仔酒 拿 紫阳枪打人 你到玻璃下仔一跳 只怕外国人物讲理性 瞎打一抛 打起你来莫 那哼弄法 乌壳章就是奈 奈啥格道理 搭载外国人两家头巢起来 阿豪讲播你听听看 秋谷听书玉说的 加七加八的甚是可笑 不免约略和他说了一番 正在还没有说完的时候 只见门帘起触 又走近一个官人来 秋谷指道是陈文仙来了 正要叫他 却一眼看去似乎要比陈文仙长些 缩住了口没有叫出来 再聚其眼光仔细看他时 秋水封神 远山梅带 西子凌波之布 夜来红玉之乡 好像有些认得 却又叫不出他的名字来 那官人走到席间 先叫了沈仲司一声 又招呼了李子霄 然后回过头来 向张秋谷等微微一笑 就在沈仲司身旁坐下 秋谷见了 晓得就是沈仲司做的官人 见他年纪也有二十四五岁的样儿 风头却还甚好 两只眼睛水汪汪的 设来设去圣归妖媚 秋谷暗暗的问张书彧 方晓得那官人是赵妇里的红月娥 当下书彧便请个人点菜 秋谷和修辅等随意点了几样 秋谷向修辅道 文仙为什么这个时 后还不见来 修辅道 或者有什么客人 耽搁住了也未可知 说住又等一会 陈文仙方走了进来 张书彧因是主人 立起来招呼了几句 陈文仙就坐在秋谷左边 张书彧先开口向陈文仙道 刚刚迈阿晓得显格实虐 陈文仙并不晓得这件事儿 眉头眉脑的被张书彧这般一说 不觉呆了一呆 微笑答道 啥格实体 迷雾晓得业 张书彧便把方才的事和他说了一遍 道把个陈文仙下得来香汉淋漓 花容失色 半赏方透过一口气来 张秋谷见 陈文仙这般关切 不觉触起心事来 低头默默 如有所思 陈文仙定一定神 急忙回头过来问秋谷可曾被他打着 秋谷不觉哈哈笑道 若是被他打着了 我还能好好的坐在这里吗 你怎么说出吃话来了 修福等听了都觉好笑 陈文仙自己觉得差了话头 面上一红 趁势拉着秋谷的手和他不一道 耐格种人直头少有出见格 尼达耐说格闲话 总归一句也误肯听 别人家误好阿官的耐啥事 要耐去阴阴黄黄瞎说一抛 几乎弄出性命交官格尸体 屈得 耐运气还好 分玻璃堵打着 躺盲一格物当心 玻璃堵打载一枪 耐阿范柱或托载自家格性命 去拼格排杀千刀格强盗劈 文仙说柱又道 格格尘光 耐来浪心马路打啥格流氓 阿继的尼劝载耐几几话话格闲话 勿可张耐一句也误听 总归原是格腹脾气 格莫也叫真真无说法 文仙说罢不觉烦恼起来 背过脸去洋洋不彩 秋谷和他说话 只是不理 秋谷莫奈何 咬住陈文仙的耳朵说了几句 文仙故意称道 晓得格哉 啥凡得来 秋谷一笑 回过头来搭讪住和李子消谈了一回 当下赵立点菜叫菊 自不必说 吃到十点多钟方才散席 个人自到相好那边小做 只有心修府不到西安方 同住张秋谷到赵桂里去 到了院中 文仙先已回来 招呼坐下 文仙免不得又把张秋谷埋怨一回 秋谷只好笑而不便 心修府向秋谷道 今天这件事情 倒把我吓了一大跳 幸而文仙没有看见 不受虚惊 你没有见那当时的样儿 真正人也吓得坏的 修府说手 又向秋谷道 我原晓得他们那般留学生 随便什么奇奇怪怪的事情没有一样做不出的 所以我暗中把你的衣裳拉了几回 你正是说的高兴 没有觉住 果然被他们听见 要和你拼起命来 你虽然没有被他打着 却也受了一个虚惊 究竟这样的人 正该把他送到补房 问他一个凶器伤人的罪名 也好警戒警戒他的下次 怎么轻轻意意的 竟是把他放走 可不便宜了他 秋谷道 你不晓得这当中的道理 我说出一个缘故来 你就明白了 他们开枪打我 自然情理难容 我们就把他送到当官 也不 算什么罗之 但是他们和我没有什么冤家 不过听我骂他们的说话 骂得克毒了些 一时气急了 不顾厉害做出这样的事情 究竟我和他们不是什么 不共戴天的仇恨 我既然没有受伤 放了他就是了 何必定要惊天动地的闹到当官 结这个无谓的冤家作甚 万一为了这是弄假成真 他们这一班留学生 当真的结了团体和我做起对来 从来暗箭难防 明将一朵 我虽然不怕他们 却也防备他不尽 不如还是放他去了的好 我想他人非草木 此后也不至于再来 和我为难 你想我这话可是不是 修辅听了恍然 不住的点头道是 秋谷便对修辅说起打算就要回去的话 修辅也劝他不必久在上海 还是回去的好 文仙听了 急问秋谷道 阿世奈说要转去 秋谷点头 文仙又道 格莫尼达奈讲格闲话 到底那哼 秋谷微笑 朝他摇一摇头 文仙发急道 那格人啥格总是十梗 归格尘光 尼达奈说格闲话 奈阿记得 顾些又是十梗搭尼格江 你定归物成功 说住 便柳梅贫簇 信念寒朱 着实的横 了秋谷一个白眼 修辅在旁看了这个样儿 已经猜着了八九分的光景 只听得秋谷向陈文仙笑道 你不晓得我的家事也有多少为难 第一 太夫人性情严厉 第二 我家计不过中资 如今若是趁了一时高兴 做了这件事情 将来万一有什么说话出来 我怎的对你得起 到了那个时候 不是要好 反是害了你的终身 你也要自家想想 张秋谷这几句说话原是真心 不料陈文仙听了眼圈耳一红 反止不住掉下泪来 停了一回方说道 顾些你也无啥说 头 奈到陆里你跟到陆里 随便奈叫你那哼 你总无啥误肯 秋谷又笑道 话虽如此 但是我晓得自家福伯 销受不起你这样的人 所以不敢答应 文仙听了他这样话风 生起气来道 照样那时耿说法 是拿你当宰坏人 恐怕将来要出啥格毛病 奈到自家想想看 你阿曾有啥格地方带错宰奈 无波真心波奈看宰出来 奈到说波尼听听看 秋谷笑道 实不相瞒 我自从十七岁上出来 纵琴花柳 歌唱酒阵 整整的阅历了五年 做了无数的 官人 攀了许多的相好 每一个不是秘义缠绵 深情婉转 赌神伐咒的定要从良 道德后来 一个也没有成功 所以你虽然一片真心 我却不敢相信 陈文仙听了气得粉面通红 峨眉邪术 逼着问道 奈既然使耿格念头 为啥你问奈格 陈光一口答应 阿是拿你来浪弄白相 寻你格开心 嘴里像说出来 格闲话赛过放屁 奈自家想想阿对的起人 顾歇尼只有一句闲话 奈答应莫也是实梗 奈勿答应莫也是实梗 阿有啥闲话说得明明白白 道仔顾歇道 装起妈虎来哉 尼莫白白里快活仔一抛 奈自家新浪阿有点异悟果 秋谷听了自己回心一想 果然有些对不起他 但是要答应他却又有好些的为难之处 莫奈何 只得富尔和陈文仙细细的说了一番 指望他回心转意 不料陈文仙听了 欲加动气起来道 你晓得自家格命苦 所以落到堂子里像坐载官人 勿想嫁啥格大人老爷 过啥格好日角 勿可张碰住格客人 又是十耿样式 说到此处便淹住了 说不出来 眼中猪泪一行行向下直挂 秋谷见了心 尚觉得可怜 想要劝慰他几句 不想陈文仙导动了真气 娇喘微微 泪流满面 秋谷正在无可如何之际 心修复坐在旁边呆呆的听着他们讲话 因为插不下口去 不便开言 见陈文仙气道这般模样 忍不住向秋谷道 这件事却是你的不该 为什么既然答应了他 如今又要变卦 其实你们成就了这样好事 总算是一段美满因缘 为何你一定不肯答应 秋谷道 不满你说 并不是我不肯答应 实在有为难的事情 不好向你们细说的 况且他们堂 子里头的人 总是吃惯用惯 我不过一个中人之产 那里供给得来 你想他们做着官人的时候 把多少客人的家财经历 通通用在一人身上 尚且横不愿意 树不称心 讨不着他们的欢喜 不要说一个人的财力 那里填得满无底的深坑 你想这件事 我那敢冒冒失失的就答应他 修辅道 你的话虽然不错 我看陈文仙还不是这样的人 将来绝不至于闹什么笑话 你只顾放心就是了 秋谷听了正在愁躇 修辅忽然笑道 我有一句话而你可不要 见怪 你这个人 在朋友面上极有义气 极有交情 若要讲到官人面上的交情 却实在有些说不过去 尾时的没有良心 秋谷听了诧异起来 盲问 你这话儿怎声说法 陈文仙正在气得昏头搭脑的时候 忽听的修辅这样说法 也觉诧异 倒住了哭 呆呆的听他怎声说法 只听的修辅笑道 大凡一个客人坐着一个官人 虽然不要处处认真 上了官人的圈套 却也不好过于诈尾 悬纳王莽的千功 从来男女居士 人之大欲存烟 天下的事情 唯 有这样地方最是看得出一生的品行 若是一个人到了这等地方 还是满口胡言 满身诈尾 没有一点真心 这个人的居心就不可问了 你想花从柳镇的地方 粉黛声歌的境界 最容易激发真心 你虽然是个个中老手 却不能太上望情 不过阅历即深 有些强制的功夫罢了 却不晓得资格健身 天良见敏 做了一个官人 无论那官人和他怎生要好 总是随随便便的没有真心 我说句不怕你生气的话儿 像你这样的一个风流人物 又天天混在那只粉丛中 起 罗队里 居然毫不动心 没有一丝尔迷惑 不是那圆间巨恶 和曹梦德一样的行为 就是个木偶除灵 和尽惠帝一般的人物 我劝你还要诚实些二 宁可做一个明知故犯的温生 不要学那些尖巧刁钻的行径 你的意思以为何如 这一席话 竟把一个能言善变的张秋谷骂得顿口无言 眼睁睁的看着修复 看了半嗓 忽然哈哈大笑道 骂得好 骂得好 我自从出世以来 没有个人把我骂得这般结实 你今天的几句说话却正骚着我的痒处 说道我心眼上 来 真是佩服得很 修复听了也笑起来道 我不是有心骂你 不过是议论现在的嫖客罢了 你可不要多心 秋谷笑道 我也不是个怕骂的人 只要你骂得有理 就多骂几句何妨 说住两人又笑了一会 陈文仙又向修复诉说道 新大少 奈想想看 格号是提李阿对你得起 修复听了 又委屈劝解了陈文仙一番 却向秋谷说道 我看文仙很可取得 你不妨答应了他 不要学那礼意一般 做那父亲男子 正是 水电春风之影 敬礼晴郎 摩登软杖之徒 钟爱宠 欲知后事如何 请听下回分解 请听下回分解 请听下回分解